要拔冷嘛 拔得好 起碼要 正正 幹嘛你賺多少要錢呢 要民主的 正行嗎 冷 冷藏的冷 冷藏的冷 那又要賺錢 這個冷嘛 對 能到的嗎 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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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7 我家調好了吧 調就很悶 好 好 好 而且只下去也對嗎 好 只下去 好 我現在要 一小時要留給 它是一般 最懷的忙 三歲 三歲 OK OK 好 辛苦了嗎 看一下 我看一下這裡 原來這裡的水的話呢 很小 那個熱水 開那個熱水 特別特別小 然後洗澡前 下一樓去了 這個就像那個 涼涼的樣子 現在加裝了一個增加工 加了一個空氣能 這是熱水 現在的熱水 現在的熱水夠了 這是自來水 熱水 熱水比自來水還大 好 好爽 好爽 試一下這邊 現在無論過高 它的水壓 這個水壓洗澡就夠了 嗯 冷熱水 冷熱水可以活化 好爽 寶寶老師 要接拿桶來接水 給寶寶洗澡 一點都不方便 三樓那個 光靠一個太陽能的話 就會很小 那個水很弱下的 每次都是那樣 走 因為這整棟樓都在用 然後小孩子 有時候經常 像漁庫啊 跟輝輝他們經常要洗衣服啊 大家 它這個的話 很燜 水位 自動加水 自動很燜 然後自動加熱 這個空氣能 調的是60度 它不夠60度自動上 然後外加那個太陽能 就是兩種一起 有太陽的時候呢 這個就不會動了 有太陽的時候 這個這個就停了 然後沒有太陽的時候呢 它會橫門 空氣能 會保溫吧 空氣能是1000瓦 那太陽能是1600瓦 所以太陽的那個耗電特別大 就只加這個空氣能的話 到時候會省很多電 畢竟來講呢 呃 加個增加東西 然後呢 洗澡可以方便 上去看 瞄一眼看一下 還要還要把東西帶呢 這個 這個 加了一個空氣能加熱的這個 這兩個管 他之前是單靠這個 然後這個他下水三樓 這個離得近 然後一點點壓力都沒有 後來我叫他加一個增加風 直接就加一個這個 他也把我擋好了 這個人才 這麼擋的這個人才 那時候我們上來把這個給他加固一下 中間加了一條二五管 原來就是 原來是二零管 二零管太小了 然後換成二五管 現在直接堆上去 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水箱 那個 用水的不理他 那個水壓是肯定夠的 這個 哇 這個不理他 太陽能出太陽的時候 比如像現在這樣的天氣 他也會加熱 那 那個現在就靠他冬天的時候 他就省電了 他可以 他橫門 他橫門來做的 嗯 我覺得這叫房子 叫beautiful night 什麼都要 住進來了之後 你才能發現各種缺點 各種缺點 一下子搞不完的 我們後續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房子的各種缺點啊 以前是建房 現在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就避免大家以後可以二次 二次去做這件事情 就一致搞定他就可以了 有點小心痛啊 好 等一下我們拿個東西來 把那裡給他處理一下 搞一下 然後擋一下就好了 喜歡我們視頻的朋友 可以關注一下 農村自建房 嘿 越來越美好 拜拜 哈囉 Youtube的小伙伴們 大家好 我是農人DJ豐豐 謝謝你們喜愛我的視頻 請持續關注我的頻道 我會給大家分享更多 有關於農村原生態 有趣的生活視頻 感謝大家的訂閱 請在我的視頻下方 給我留言 祝大家生活愉快